盘点,庆余年各个领域内的最强者 五竹身兼多项第一,林婉上榜 首先是用毒第一人,费剑 费剑的武力值并不出众 但他极善用毒,是天下三大用毒高手之首 由一人灭一城,甚至一国的实力 他治好了四顾剑的白痴病 林婉的肺牢和不孕症 太子的花柳病 还为烂了半边身体的四顾剑延长了三年寿命 堪称最强老毒 剑术第一人,燕小矣 他的真气剑无需瞄准 只要能感知到对手的真气流动 就能锁定对方并完成瞬间发射最重要的事 中了他的剑,把宗室都要戴上 心机第一人,陈萍萍 陈萍萍堪称庆余年中的智力天花板 人人都知道他是个老狐狸,却都防不住 狡诈如庆帝,也被他算得死死的 面对庆帝,陈萍萍是个下位者,又是个残缺之人 但他为了给叶青梅报仇 不仅把太后,皇后,长公主,太子和二皇子等人都推上了绝路 把庆帝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还利用自己的死让范贤站到了庆帝的对立面 庆帝被范贤等人两次刺杀 最终死在了五竹的雷射眼之下 五竹是五道第一人 最强刺客,最强狙击手,也是最长寿之人 四大宗师同样是五道领域各个方向上的最强者 叶刘云身法和长法第一,苦和防御第一,同时也是法术第一 庆帝暴击第一,同时也是真气容纳量第一 四顾剑攻击第一,同时也是剑术第一 还教导出了世间最多的九品高手 叶青梅是曾经的世界首富,财富第一人 同时也是改造世界的最强者 仅凭一己之力推动了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 李云瑞是庆余年第一美人,也被称为最有权力的疯女人 黑琪被称为最强军团 神庙,是天下间的最强宗教,信众无数 袁洪道被称为最强间谍,表面上是宰相府的人 却被李云瑞收买,成了信仰第一谋士 但实际上他却是建察院的人 最强家族范家,老太太是皇帝儒母,范建是户部尚书 私下训练了单兵作战能力最强的虎卫 柳姨娘是国公之女 大儿子范贤是后世代,世间最有权力之人,最富有之人,武力最强之人 大儿媳林婉是庆国郡主,也被称为最强老千 女儿范若若是京都才女,守最稳的世间名医 小儿子范思哲是北齐富商,商骨奇才 王启年被称为最强追踪高手 当然,传说中还有另外一位 他和我是跟院长最亲近的 你还知道庆余年州哪些领域内的最强者? 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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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